今天介绍一下产品的耐热性 那么纯棉织品的耐热性能良好 它在摄氏度110度以下时 只会引起植物上的水分蒸发 并不会损伤它的纤维 所以呢纯棉织物在常温下穿着和使用 洗涤、硬染等对植品都无影响 由此也对提高了纯棉织品耐洗、耐穿、服用性能 以及耐碱性 棉纤维对减的抵抗能力比较大 棉纤维在减溶液中纤维不发生破坏现象 盖性能有利于服用后对污染的洗涤 消毒除杂质同时也可以对纯棉纺织品进行染色 印花及各种工艺加工 以产生更多的棉织新品种 卫生性呢棉纤维是天然的纤维 其主要成分是纤维素 还有少量的蜡、状、物质与果胶质 纯棉织物经多方面的查验和实践 织品与肌肤接触呢 没有任何的刺激也没有副作用 九川对人体也有害无益 有益无害 卫生性能也良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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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赞 订阅 仅 理想 周边 顺益 困 仅 李宗盲 赞 众 尚 迪 异 尚 倒 赞 绝固 赞 鲜 鯳 赞 锅 鱼 赞 鱼 赞 钢 鞋 鱼赞 鞋 仅 鞋 鱼赞 鞋 鱼赞 鞋 鸡 鱼赞 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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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鱼赞 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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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